大家好 欢迎收看基金我最通 我是林奇芬 去年的第四季的股市非常的一个震荡 几乎所有的股市都是一个重挫 其中只有一个市场是完全的异军突起 也就是巴西股市 那么去年所有的人都在跌的时候 只有巴西股市一路的一个上涨 即使震荡之后到了今年的1月 还是一样继续上涨 那目前已经突破了9万2千点 来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位置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巴西股市 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走势 大家就会发现中 在这个先前有一波 那个在2007年一个高点 甚至到2010年一个原物料的高点的时候 巴西股市的位置在这里 那但是呢在这一波的整个股市 从2016年的一个反弹的这个趋势来 看的话这个巴西股市可以说是新兴市场里面表现最亮丽的一个股市 而且呢在震荡之后呢又再持续的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呢在这边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巴西股市 真的好像是在跳森巴一下 一样这个整个的震荡幅度是非常的大的 好那不过呢这个说我们也要来多多留意一下这个巴西股市的一个风险 因为呢这个股市涨太多了之后呢 大家还是会担心是不是有一些的风险跟压力 不过呢我们这边同时也来追踪一下整个巴西的一个货币 因为通常西股市场是这样 当它的货币在升值的时候呢 其实表示资金在流入景气在变好 知道它的股市也会比较有撑 那通常如果当它货币贬值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股市我们就要稍微比较保守一些 好那如果从一个货币的走势来看 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去年的话也是一样 下半年之后呢整个巴西的这个里拉从上面往下走 这表示巴西里拉在升值 因为这个币值表现的是美元对巴西里拉一个走势 所以往下跌表示巴西里拉在升值 那之后呢虽然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回贬 但是呢之后又再次的回升了 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属于去年一个里拉的一个走势 那大家也知道说去年在上半年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新兴市场货币都有一个贬值的压力 当时巴西里拉也是在贬值的 不过之后的话它就呈现一个比较升值的一个走势 好那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中长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在过去的这2011年到2015年整个巴西里拉是大幅的贬值 大家就可以知道整个原物料重挫之下 整个巴西的经济是受到不小的一个影响 所以整个的货币是大幅的贬值 资金大量的外逃 当然不只是这个原物料的问题还包括了他们这些国家里面 他们的内政的问题一直都是蛮严重 包括总统贪污又是换总统之类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他过去经历了一段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 不过在这个近两年原物料回升之后 整个巴西的货币也是有一些些的升值了 那升值之后在2018年因为整个新市场货币的贬值 那巴西币又再次的贬值 不过现在又开始慢慢的在回升了 所以如果纯粹从币值的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看起来对巴西里拉来讲 是还有一些升值的条件 所以这个部分也算是比较正向的 好那我们再来追踪其他的一个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整个经济基本面的一个问题 那基本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巴西的这个PMI PMI这个在50这边 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 一个跌升反弹这个单月的这个数据 比较突出 但是主要我们还看的还是在于 这个整个PMI数据的一个变化 那么就去年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慢慢的在上涨 那目前整个制造业的PMI也是突破了50 所以也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那另外来讲的话 巴西过去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通货膨胀 那如果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时候呢 事实上中央银行是要快速的一个升息 不过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在去年的这个 整个通膨的数字一度有升高 但是之后有一些震荡 那最近的话其实慢慢的好像还是有一些这些控制 所以通膨虽然还是在4%以上的一个高水准 不过整体来说有稍微缓和一些 所以如果纯粹从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巴西的这个PMI是在慢慢的回升 那么通膨率也是有在控制 所以整体的情况是还算是不错的 不过有一个隐忧大家也要来留意 也就是整个原物料的一个行情 大家可以知道整个巴西的话呢 其实它最重要还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原物料的一个出口国 所以如果原物料的行情好 对巴西的经济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 可是大家也知道在去年经过了一个贸易战的一个冲突之后呢 整个原物料的行情已经开始受到了一些的压力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RV指数 这个CRV指数的重挫之后呢 近期是有一些些的反弹 不过整体来说大家是比较担心的是 2019年的这个经济景气会稍微比较趋缓一些 所以整个原物料上涨的这个力道呢 可能不会太强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未来对于整个巴西的经济面 会带来一些的影响 好那以上来看的话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巴西股市是一枝独秀 所以当然相关的巴西基金的表现也是会相当的一个不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过去的这个三个月 巴西基金的涨幅有到十几个percent 那如果是这个六个月的话 哇涨幅是更大 不过如果说用一整年来看的话 其实大概只有持平而已 那这个持平里面可能还包括了一些币值的一个震荡 那所以呢 虽然整个巴西股市创的历史新高了 可是投资人呢 看起来只有在最近半年介入的人 获利是比较好 那持有一年的人呢 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 获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报酬率 好那但是呢 当然接下来未来 整个巴西股市还可不可以来投资呢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下背景 为什么在去年整个下半年 巴西股市呢 好像一飞冲天呢 其实是有关于政治面的一个改善 让大家有所期待 那大家也知道呢 前任的一个总统 事实上他是贪污下台的 所以在过去两年 巴西是一个代理总统 但是即使是代理总统 后续也是有一个贪污的问题 所以呢 一直到去年底 整个巴西进行了一个总统大选 那么终于选出了新任的一个总统 那这个总统是在今年1月上任 所以呢从去年整个下半年 大家都在期待一个 换人执政的这样一个期待 那最终呢 也是一样 这位算是比较偏向人民的这个立场 比较偏民粹角度的一个候选人当选了 好那么这位新任总统 他当选之后提出来一些政见 但这些政见呢 都非常受到资本市场的欢迎 包括呢第一个 他要降低政府的一个赤字 还有呢另外一个他还要去 降低了政府的一个债务 那这个部分来讲大家也知道 巴西是一个债务比较重的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能够装降赤字跟债务 那当然是对整个国家体质改善是正面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他还推出了好几个政策 包括呢他也要来改革退休金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要让国营事业民营化 那此外呢他还要 那这个经济部长也推推提出了说要降税 放宽信贷市场 所以呢所有这些政策面 其实都是金融市场非常欢迎的一个政策 所以呢当然就带动了整个的巴西的股汇市 就是双涨的一个大行情 不过投资人要小心了 为什么呢 其实不管是降赤字 减税 退休金改革 这个部分呢其实都包括怎么样 政府的支出再缩减 然后呢如果退休金改革的话 一定对民众的荷包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这个部分后续是不是能够这个 会不会带来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紧缩 其实也是要观察 那么另外来讲国营事业民营化 当然这个就是会是比较好的方向 因为这表示呢 其实会让整个经营上会更有活力 所以呢整体来说 利多利空混的都要一起来做一个考量 那而且呢在2月之后呢 就要来讨论这个退休金的改革 所以开始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又开始出现所谓的利多出境 这样子一个压力出来呢 也是投资人不得不要提高警觉的 好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巴西的股市在最近创一个历史新高 可是呢全世界的股市都在修正 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可能投资人对于巴西股市 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警戒 我觉得短时间内可能 钻石不适合去追高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而且呢整个巴西的话 他又会跟整个原物料的行情 算是一个比较直接相关的 所以后续也是要来追踪 整个原物料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持续的一个 这个上升的压力 如果原物料还是持续一个重挫的话 很可能慢慢的 也会对整个巴西的一个经济复苏 带来一些冲击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基金 我最终希望能够给投资人一些的一个参考 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基金的问题 也欢迎您到MoneyDJ TV粉丝团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